16岁被君主放弃,一场吻戏改变前程,杨子翻红过程好精彩。 杨子在16岁之前,曾两次见识过娱乐圈资本的厉害,只是结局都不怎么美好。 第一次是他出演《家有儿女》第三部时,副导演突然对他说,投资方的女儿想演这个角色,你收拾一下东西走吧。 杨子愤愤不平,但也无可奈何,只能黯然退场。 第二次是在杨子离开《家有儿女》剧组后,幸运地获得了一位影视圈大鳄的赏识,一度带着他四处露脸,话里话外都透着要捧红杨子的意味。 不过影视圈大鳄也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,他没想到16岁的杨子正值青春期,不但长个,还会长肉。 折腾了一大圈,越来越胖的杨子事业毫无起色,大鳄也收回承诺,匆匆选择了放弃。 此时,杨子的事业几乎陷入停滞,要不是几年后他在一部影视剧中的一吻,他的星图可能真像宋丹丹对他说的那句话一样,还是算了吧。 杨子的父母一定对演员这一行有很大的偏执,要不然也不会在杨子只有五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到处跑机组找机会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七年,只有七岁的杨子在如此出山中和正当红的刘金山和冯远征一起搭档。 看着女儿在电视机中可爱的模样,父亲脸上笑开了花,随后又是不断地带着女儿跑剧组,找机会。 2002年,十岁的杨子接到了一个大角色,在校庄秘史中他将出演《小婉如一角》。 看着父亲高兴的模样,他已经明明感觉自己以后可能只有做演员这一条路了。 小小年纪就参演了两部热播剧《杨子》也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小演员。 到了十二岁那年,杨子就已经当上主角了。 在电视剧《女生日记》中给杨子搭戏的,是当时想在影视歌三方面都发展的何炯老师。 可能是有表演天赋,也可能从小耳濡目染,杨子在《女生日记》中表现出色, 十二岁就饰演出二的女孩,还毫无破绽。 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年的优秀儿童演员奖,成为名副其实的童星。 有了名气,就有了出路。 加油儿女导演林从的朋友对杨子颇为欣赏,便在闲谈中向林从推荐了杨子。 林从约好杨子视镜,见面后发现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姑娘确实不像小学生, 但是演剧中已经是高中生的下雪,是不是有点夸张了? 但试过戏后,林从就拍板定下了杨子。 剧组中杨子第一次见到了张一山,这个男生的年纪比杨子还大半岁, 但男孩生长发育总比女孩晚很多,于是在镜头中,杨子经常像第六小金一般的抓着张一山的衣领。 两人的表演相得益彰,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 随着加油儿女的热播,第二部很快进入了拍摄,启用的还是老班底。 两部戏演下来,杨子和张一山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童星。 2007年,加油儿女第三部开拍,杨子依旧按时禁组。 结果等到开拍前的头一天,她被副导演通知卷铺盖回家,原因是投资方的女儿要出演她的角色。 观众不习惯没了杨子的加油儿女第三部,也对胡编乱改的剧本失去了兴趣。 这部续作的收视率直线下滑,加油儿女系列也就此终结。 得知杨子被换后,另一位和杨子名字发音一样的影视圈大鳄高兴坏了。 在她看来,以杨子如今的名气,稍微包装一下就能成为当红明星。 这个大鳄叫杨子,彼时在影视圈混得风生水起,身旁家人不断,黄胜一是有名有份的那一位。 她顺利联系到了深受打击的杨子,安慰一番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,我要捧红你。 杨子过16岁生日的时候,杨子为她筹备了盛大的生日宴会,叫来了很多媒体记者,在送上精心准备的名贵珠宝后,她大声宣布了与杨子签约的消息。 这是杨子第一次尝到被捧的滋味。 此后的日子里,杨子带着杨子参加各种节目,曝光度拉满之外,她还为杨子推出了音乐专辑,安排杨子在电视剧《男生日记》中饰演女主角。 值得一提的是,《男生日记》的男主角叫马可,后来她饰演了《花千谷》中的《沙千墨一角》而备受关注。 那时候的影视圈,很注重炒作,尤其是炒作莫名其妙的恋情。 半懂不懂的杨子,也没能逃过这些套路。 一开始是和马可,然后就开始变得离谱了,有媒体称她和33岁的杨子关系过于亲密。 这也让杨子的关注度直线上升,隐隐有了成为娱乐圈当红小花的趋势。 但随后的事情就让杨子和杨子都感到无语了。 16岁的杨子,一边长个一边长肉,脸上还起满了青春痘,如果单从外形条件上来看,此时的杨子一点也不具备明星的前置。 而娱乐圈一直就是一个看脸的地方,杨子一时间无所适从,只能任其发展。 没过多久,她就变成了一个满脸痘痘的胖丫头,捧人的和被捧的都猛圈了。 颜值下降导致的后果就是契约的减少,哪怕杨子动用了很多人脉,杨子的关注度也在直线滑落。 资本是无情的,随后杨子为了及时止损,便和杨子卸了约。 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很奇怪,偶尔遇到可能都会装作不认识对方。 第二次领教了资本的手段后,杨子似乎想放弃了,但她的父亲没放弃,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她带着女儿找到了宋丹丹,想请这个前辈为自己的女儿指明道路。 宋丹丹是个好人,但就是说话有点直。 她那句咱又不是很漂亮,还是别演了一度让杨子的父亲也感到了无助。 此时的杨子已经快十八岁了,从五岁起就跟着父亲跑剧组,算下来已经有十三年了,怎么可能轻易放弃。 杨子没听宋丹丹的劝告,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,既然能变胖,就一定能变瘦。 谁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杨子经历了什么,反正在出现时,杨子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体型瘦了,连夜间了,还考上了北影。 因为是比较出名童星,在迎新晚会上,杨子还被选为新生主持人,和她搭档的男孩叫李线,也刚从小胖子转型为小帅哥。 在新生中,杨子的人气很高,毕竟很多同学都是看着她那不佳有儿女长大的。 李线虽然很帅,但在杨子眼中,她暂时还只是个小透明。 在北影的日子里,杨子有快乐也有忧愁,快乐的是她遇见了老搭档张一山,此时张一山已经变成一个干净利落的大男孩,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 忧伤的是,作为童星的她,被很多学哥学姐看不起,他们觉得她只适合演小孩子,而且当时也确实没有剧组找杨子演戏。 直到快毕业的那一年,杨子才接到了大学期间的第一部戏《老爸回家》,巧合的是张一山也在这个剧组,还在剧中和她饰演情侣。 不少观众看到这两个孩子从小演到大,便打心眼里,希望他们能将感情延续到戏外,但最终两人还是负了观众那颗八卦的心。 有了老爸回家打笔,再加上杨子的形象也阳光向上,久违的关注度又回来了。 随后杨子出演了由琼瑶小说拼凑而成的《花飞花物飞物》,剧中的另一位女主演,是林心如,和杨子演对手戏的,是还没显山露水的邓性男星。 在这部剧中,杨子结识了姐姐林心如,两人的关系处得不错。 此时的杨子,离翻红只差关键的一部。 2014年《战长沙》开拍,杨子出演了该剧的女主,而男主角是当红男星霍建华。 在剧中,姐夫霍建华变成了杨子的丈夫。 霍建华带来的流量和关注度不容小觑, 更关键的是霍建华还擅自做主,加了一段吻戏。 杨子事先不知情,拍摄的时候发现霍建华向自己的脸凑过来时,他吓得不敢动弹。 后来在采访中杨子坦承到,这部戏让他对表演有了全新的感悟,演技都被打开了。 杨子在《战长沙》中的表现,确实在同龄演员中技高一筹。 演技自然,情绪到位,将人物的形象刻画得很生动。 该片也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,得到了9.1的高分。 尤其是那段吻戏,不但让观众印象深刻, 也让杨子成为当时的焦点人物,备受关注。 此后,杨子的事业大门再次敞开,并且前途坦荡到连他都没有想到。 人红了,就会被各种所事所纠缠。 一时间,杨子的感情状况成为网友的新目标, 有人扒出他大学期间和家里有矿的贺朋关系不一般。 但杨子无心炒作,只想拍戏,在正式澄清之后, 转身就进了欢乐送的剧组。 在这部剧中,杨子再次表现出过人的演技, 他饰演的邱莹莹话题度很高, 凭借这个角色,杨子还提名了白玉兰奖和金英奖的最佳女配角。 此时的杨子已经快要挤进顶流的行列了。 在开设《青云志》时,杨子和秦俊杰相识相恋, 后来两人还一起合作了《龙珠传奇之吴剑道》。 但这段感情也是没走远, 两年之后两人感情破裂,一度还闹得很狗血。 这时候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出现了, 开始由粉丝站出来维护杨子。 最明显的就是张雪莹因为和秦俊杰拍过吻戏, 并在剧组和秦俊杰喝同一碗胡辣汤而被骂上了热搜。 粉丝攻击其他艺人很不好, 但也从侧面说明杨子真的要红了。 2018年,杨子再次和邓兴南兴合作, 出演了《香蜜》。 剧终杨子不但颜值在线,还是演技担当, 他的几场哭戏表现得非常生动, 让不少屏幕前追剧的观众也跟着默默流泪。 香蜜热播后,杨子一跃成为顶流。 此时他心中一直渴望被业界承认, 这个认可就是拿下四大奖项中的任何一个的最佳女主。 可惜的是,香蜜最终只让杨子提名了华顶奖最佳女主, 而白玉兰奖,杨子连提名的资格都没有获得。 2019年,带着不甘的杨子和李宪合作了偶像剧《亲爱的》、热爱的。 当初大学的那个小透明, 如今已经是英俊潇洒的大帅哥。 两人郎才女貌, 在剧中甜蜜地让观众会不自觉地发笑。 巧合的是,在《亲爱的》、热爱的中, 导演也在杨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加了一段吻戏, 当李宪的脸突然凑近时, 能看出杨子又羞又惊的表情。 亲爱的、热爱的再次引发收拾狂潮, 李宪成了当红小生, 而杨子则坐实了能带红男星的戏眼。 杨子心心念念的奖杯,也随之而来。 靠着《亲爱的》、热爱的中的精彩表现, 杨子获得了华顶奖现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的大奖。 圆梦之后,杨子已经成为影视圈最红的女星之一, 不但有颜值,更有演技,深受观众喜爱。 此后,杨子主演的影视作品总能引发广泛讨论。 2021年的女星女师, 2022年的余生, 请多指教都是如此。 杨子今年只有30岁, 但她出道的时间却有23年, 比一些年轻的艺人岁数都大。 能取得如今的成绩, 有天分也有努力, 有过失落和挫折, 杨子能一路坚持下来, 少不了心中的那份坚持和热爱。 回看杨子的翻红记, 偶然中有必然, 十分精彩, 也希望她能在影视圈更上一层楼, 在演技上取得更大的突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